大家好,我是科技熊 说到小米的智能产品 可以说作为一个资生米粉 有不下20多款 当然我最喜欢的一款 还是这款小米的智能手表 这款小米智能手表是在刚发布时候买的 当然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的新 大家体验一下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 当然我入手这款小米智能手表是黑色 因为购买的时间比较长 包装和说明书都已经扔掉了 包装实际比较简单 只有一块手表、充电器以及充电线 手表的外观部分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阐述 小米的智能手表采用的是A冒的屏幕 方形的设计 表牌是采用了康宁大猩猩塞带玻璃 边框是为铝合金边框 大家乍一看 基本和Apple Watch是一样的 外观方面可以说是主流 像Apple Watch看齐也是常态 在外观方面是没有太大的优点 当然优点主要集中在它的性能方面 这个性能方面我总结为两点 首先第一点这块智能手表 它支持以SIM虚拟卡可以独立的拨打电话 独立的上网下载App 这一点可以说是非常不错 比如说我们去游泳健身的时候 可以不用带手机 带一块智能手表就能满足日常的所需 还有一点是我最看重的 就是内置小矮同学可以和家里的智能家具联动 但是家里有不下50多块的智能设备 肯定是需要一个设备的控制器 小爱音箱又不能随身携带 所以说这块手表可以说刚刚好 小巧方便 接下来我们体验一下这块小米的智能手表 下面我们详细体验一下这块小米的智能手表 当向左滑动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会进入到我们用动的一个状态 接着会进入到心率 以及我们一些户外的用动 跑步骑行 自由活动 游泳健身都可以 然后再往左侧滑动的话 会进入到智能家具 简单说下功能特点 单击以后会进入到小米的APP的选择功能 当然这款是带eSIM卡的可以独立的不打电话 然后的话 还可以写的话可以独立的下载APP 当然我最看重它的利点 就是它支持一个可以控制家里的所有的一个智能家具 智能家具的话都可以控制 比如说给大家做个测试 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的这个空调 然后我用的是小米的智能空调倍率 然后把就是传统空调变成了一个智能空调 现在我们用智能手表来控制下这款空调 小艾同学 打开空调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话空调就开了 而且的话模式可以选择智热和智能 非常的方便 所以说这个手表可以作为一个智能家具的控制段 关闭空调 这样的话空调就关闭了 我们现在用我们的智能手表来控制家里的一些智能家具 智能灯 小艾同学 打开所有灯 打开所有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话我的客厅灯以及餐厅灯 或者是其他一些房间的灯 都全部都开启了 非常的方便 而且的话还可以用小艾同学来开个电视 都是可以的 我们小艾控制智能家具 今天就体验到这里 好了 今天的小米智能手表我们就体验到这里 大家对这款小米智能手表满意吗 大家可以对我的视频前 评论转发点赞三连 我们抽一个粉丝朋友 送出某品牌的智能手表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